这冬天呢,家里如果有老人和孩子,赏着不舒服咳嗽,那你就试试花椒蒸梨,那真是绝了,这样的做法既简单还管用 喜欢的朋友一起来做吧 首先呢,我们准备一个大雪梨 表皮用盐给它戳洗一下,这样能有效的去除杂质,然后用水给它清洗干净 再从梨的三分之一处给它切开,用勺子给它挖成一个洞,取出梨糊 放入半勺花椒粒,几粒冰糖,一大勺水加进去 盖上盖子,再加入一大勺三泉水 手机有店的家人们,麻烦您给老弟点一个红心呗 今天呢,您帮我点一个吧,那我点老高兴了,辛苦您了,谢谢大家 锅中水开上气,咱把梨放里面,盖上盖子 蒸它半个小时 蒸好以后啊,连汤带梨,咱都把它给吃了 家里有小孩和老人的,咱把梨汤给喝了 真是太好喝了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,给家里人试着做吧